莫秀蘭議員 毛孟靜議員 主席 我都知道這個會議是很困難 我上兩次都有說 今天 你現在起碼 比剛才梁君彥好 我們要說話你給我們講 也都無說一分鐘那麽暴淚 主席 真是休會待續這件事 你法庭審案有新的發展 都可以考慮一下 真是 點頭 他們秘書處那邊都認為 你不可以說 現在不是一模一樣的議案 是不能再重提 而主席 我另外一個真正的規程問題 就是你們行管會那裡 就說了今天 誰誰可以進來 誰誰不可以進來 就說記者是可以進來的 但是我剛才在下面 有新聞媒體跟我投訴 說立法會秘書處 是有一張新聞媒體的名單 你上高有名的 你就有得進來 沒有你的名字 就一律屏諸門外 這個這樣的黑名單 現在變了就是現場採訪 不讓他進來的就沒得進來 什麼你可以選擇性地發佈 或者是滿足公眾的知情權的嗎 好 是這幾位剛才就舉了手 就處理他們的議事規則 有關的問題 還有何秀蘭一位 麻煩主席 第一 5月2號 對不起 再加上黃毓民 和梁家傑 陶謹申 是這麼多 我希望一次過大家 是有需要問規程問題的 我就一次過給大家處理 不是的話 這個我就處理不到 這個會議的安排 還有陳偉業議員 和梁耀忠 梁耀忠 陳偉業議員